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知是什么?来看下面这张图 相信90%的人眼中都会看到一张吐出来的脸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当画面翻转 从侧面图能很明显地看出 这是一张凹进去的脸 认知学家解释 这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凹进去的脸 因此头脑中不能形成凹进去的脸谱 心理学上有个个人构念论 意思是一个人认知 是由过去的见识 经历 思维 期望 评价 等等形成的观念 每次遇到相同或相似的场景时 我们习惯用以往的经验做出判断 当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很低的时候 他脑海中的构念就会趋向单一 缺乏弹性 因而做出来的决策就很狭窄 当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很高的时候 脑海中的构念就会更多元 因此决策会更灵活 简而言之 一个人的行为 受其自身认知能力的影响 相信大家都看过这个故事 说两个南方人去北方卖散 但到了北方之后 都发现北方少雨 鲜少有人需要雨伞 因此 两个人都陷入窘境 其中一个眼看 自己在街上叫卖了几天 无人搭理 就打到回府了 而另一个思索一番后 决定把雨伞改装成太阳散 第二天到街上一吆喝 北方人见太阳散新奇 有用 于是抢购一空 一个人的认知层次 决定了他看世界的高度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劝深陷感情骗局的姐妹早早脱身 她反而会去寻找 更多自己被爱的证据 甚至还会怀疑你得有用心 劝早早辍学混社会的朋友 去学一些技能 好好读书 他可能会反唇相机 读那么多书干嘛 早晚不还是要出来打工 总有一些人 你跟他讲努力 他跟你聊出声 你跟他说实力 他跟你聊运气 你垂胸顿足 心力交瘁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 他就是听不懂呢 是他们故意抬杠 蓄意狡辩吗 倒也不见得 人和人之间最大的不同 源于认知模型的不同 很多人固执的根源就在于此 就像下面这张图 每个人所站的高度不同 看到的世界也不一样 第一个人脚下空无一物 所以他只能看到表面虚假的美好与生机 第二个人读了一些书 见过了一些世面 看到了美好背后 还有黑暗和消极的一面 于是陷入了痛苦迷茫 第三人学识渊博 认知卓越 明白这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故此能在黑暗和迷茫中窥见希望 佛曰 一花一世界 一草一天堂 一夜一如来 一杀一极乐 一方一净土 一笑一成员 当你站在山脚下看世界 只能看到眼前几百米的的山石 树影 当你站在半山腰看世界 看到刚才挡在你面前的树木 已经成为你脚下的风光 当你站在高山之巅 急目远眺 所有的风景尽收眼底 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的视线 你的认知水平越来越高 站得更高更远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些困惑你的事情 不过是过眼云烟 人这一生 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 一个人的认知 决定了他的格局 而一个人的格局 决定他的结局 说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选调生 当年被安排到一个偏僻的乡村 做扶贫的工作 他在那个村子里 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当地的粮食产量很低 蔬菜价格昂贵 但是乡下人 都从未想过要去种蔬菜 起初他以为 是当地的气候 不是一种蔬菜 可他做完调研发现 恰恰相反 那里的土壤情况和气候 反倒更适合蔬菜的生长 当他把种蔬菜的建议 传达给村民时 大家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认为他不是正经庄家人 我们现在粮食都不够吃 哪有闲心去种菜呀 庄家人哪有只种菜 不种粮食的 虽然建议推行很吃力 但仍有几户人家 听懂了他的话 改种蔬菜 如他所料 种蔬菜那几户人家 当年的收入都翻了一番 第二年 更多的农户开始尝试种蔬菜 取得了不错的收成 后来当地成了有名的菜箱 有钱之后开始机械化生产 那个小村庄逐渐脱贫摘帽 这件事给我了很深的启发 我突然意识到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 也许并不在于先天的智商和条件 而在于他如何认知这个世界 正如作家梁大师所言 认知能力决定了做正确的事 这比正确的做事要重要一百倍 教父当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 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 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 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这个时代 认知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壁垒 认知突围 才是一个人利于不败的根本 走向更大成功的途径 那么如何破除认知壁垒 实现思维的跃迁呢 一在终点去思考问题 贝索斯有句话说得非常好 如果你做的每一件事 把眼光放到未来三年 和你同台竞技的人会很多 但是如果你的目光能放到未来七年 那么可以和你竞争的就很少了 很多时候 我们评估一件事情的收益 很容易受眼前利益的影响 从而造成了短视 但如果把时间维度拉长 站在更远的终点去思考问题 我们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大不相同 二和不同的人叫朋友 封闭圈子带来的排他性 会使我们接触不到多元的文化 社会在进步 一个感受不到差异的人 无疑再向后退 作家贾平蛙说 朋友的圈子其实就是你人生的世界 影响一个人认知水平的因素有很多 包括原生家庭 教育背景 社交圈 所以交往一些比你认知层次更高的朋友 是升级认知很好的途径 三掌握多维度的知识 我们现阶段的很多学习 都是单一维度的 一个经济专业的人 从金融视角看到的世界 是冰冷的 功利的 一个文学专业的人 从小说视角看到的社会 是理想化的 情绪化的 只有设立多学科的知识 博彩重场 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思维梯度 更全面地看问题 一个苹果 掉在了果农面前 果农知道要去安排采摘了 掉在了牛顿面前 牛顿陷入了思考 发现了万有引力 掉在了行人面前 行人俯下身子捡起来 一口一口吃掉了 有一天 那个苹果掉在了你面前 你会怎么想 怎么做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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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can I forget you 채워지지 않는지 그 시간만큼 잠시라도 변해지고 싶은데 그게 맘처럼 쉽지가 않은걸 그 시간만큼 잠시라도